王國英 港股廉子因成份費股值有人信就行向三萬點進發 《明報專訊》 王國英認為 稍前創業版A股指數走勢瘋狂 如你買華夏護深300ETF 3188則型最高位X安石A50 中國2823則略差A股的中小型股走勢比指數更佳 國內的投機傾向較強 和香港也有相處之處炒作情緒仍然高漲 因此,他並不太相信會有大幅向下之餘 現在的財經節目就有點像警訊 騙徒通常把價值一元的東西說成了價值一百元 再說會用十元賣給你,而你仍有十倍的上升空間 這些都是騙徒常用的手法 我們是成年人,你情我願地買賣其實又不用太反感 但應要小心行事,避免受騙卻是必須的港股 由資產型股票主導一些投資者對港股的評價是極為便宜 會變成了五萬點,平均就變了四十多倍 這樣你說港股是便宜還是昂貴 香港現在的低,其實是代表那些公司費 因此是不能用這個準則去評定知適應的公司 和資產型的公司是有分別的 最重要是有人相信就可以了 因此大市可以預期時會向三萬點進發 但因爲債市下跌,回調至二萬五千三百點 亦是有可能的港股 A股化壞消息出要入市港股的走勢 其實可參考去年末A股的走勢 會出現第二浪的升幅 會帶領大市場佔三萬點的高峰王又認為 現在港股正在A股化,情況是板塊輪動激烈 一批可以不動,但另一批卻可以大幅移動 另外是好消息見光就不要買入 反而壞消息浮現就要入市 而A股三線股份更是瘋狂炒作 這些都時A股的特點他認為 建基於A股稍前的走勢,可預計在港股第一波升幅較大的股份 在第二波時的升幅就並不太顯著但那些實業股 卻有比第一浪更大的升幅如其港交所0388和勸商股 在第二次升浪時應該沒有太大的驚喜 因爲在第一浪時已過度透支了未來的升幅 港交所勸商在下個升浪目驚喜他又認為 現在入市操作,應該要考慮是準備短炒或是長期持有 是著眼於中國關聯還是外國關聯 股市最大的幕後推手現在肯定就是中央 說公務基金將會入市單卻方中秒言 另一方面卻在狂人股票派貨 事態實在十分可疑我們在朴朔迷離之間 是可以繼續短炒 但卻要留意長期持有的機會香港的股票 在這個整幅其中 是會由一批傳統的持有者轉到新的持有者手中 在這個過程之後 就會由國際化轉到 A股化,到時就會以A股模式暴升 因此港交所和勸商指而斷炒 不宜長期持有如肉長線投資 就不應小看旅遊裡別 現在旅遊相對很便宜 今天的消費竟然和二十多年前的相約 因此國內的人出外旅遊是有即可尋的不單是會價的問題 而且新能源的發展能壓益都有價的話 旅遊的成本下降就是必然的事 王指出,以旅遊類別來說 國行0753是個好選擇 亦合乎旅遊的邏輯 若有天能出現人力的改革 升幅更不可以道理計環保來說 我鍾情於中途環保1363和光大國際0257 著眼點是其垃圾發電的規模合理和有需求 新能源足以金峰科技2208 我不買核電 但喜歡可以將配件和機器出口到外地的公司 物流看好月收交通1052 互聯網買騰訊0700 官府GiGi的發展 其具福盈利來自廣告 而騰訊在中國的情況值得衝憬看好 金峰騰訊月收交通放眼外圍 息口的預期有變 如相信12月才開始加息 現在就不妨入市衝殺債券現正在拆倉 有邦1299前景不足 匯豐0005指而斷炒 長線職取新秀例1910等等 創科0669因電池可轉換 亦有可觀之處 spill 黃友認為 美國的TELSA 將時薪能源版的G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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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發展能力無可限量,可作為一個很遠期的期權去考慮 因其可能會打敗核電,也有可能打敗石油,如能將無價大無盡的太陽能儲存起來使用 前景實在無可限量世界變了,通脹可能長期維持在低位,熱石油也不會大升 我們要去準備適應,形容舊眼光去看新事物,不但會如霧女漢花,觸不著邊際 還將可能會被時代的巨倫無情地淘汰近越港股風起雲湧,晉睿推速 有危也有機明報財經上週舉辦投資講座 要得奉承金融資產管理董事王國英分析最新投資形勢,反應熱烈,就無虛設明報財經講座